5月8日 加拿大驱逐了驻多伦多的中国外交官赵魏 原因是一份情报报告指控他试图攻击一位批评中国 对待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加拿大议员 加拿大外交部部长梅兰尼·朱利表示 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形势的外来干涉 中国驻沃泰华大使馆表示谴责这一驱逐 并已向加拿大政府正式提出抗议 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 中国将坚决采取反制措施 中国表示从未干涉过加拿大的内部事务 也没有兴趣这样做 我没有兴趣从未干涉过内部事务中人在它里面都投入对于 Rome